台湾一家知名的下午茶店 最近要抢工上海滩 气势很庞大 先是带了20个台籍干部 然后从法国特别千里迢迢 请来甜点师傅 根据了解店租就百万台币 还有这个老板的时尚名媛 杨秀荣亲自坐镇 才开幕吸引了大批人潮 排队两小时才吃得到 鲜艳欲滴的草莓 在大方的家上一大球草莓冰淇淋 淋上野生蜂蜜 甜到最高点 令人口水直流 台湾知名的下午茶进攻上海 特别请来艺人肖亚轩站台 充人气 老板娘也亲自上阵 很喜欢吗 是第一次来我们 对今天是第一次来 但是我们的旧爱吃了 美丽桃公司 杨秀荣带着台湾七家店的成功经验 到上海才一开幕 就吸引大批的粉领贵族 排队两个小时才吃得到 我觉得不光是尖叫 吃完之后应该会流泪吧 因为就很好吃 然后又环境很好 要尖叫加流泪 在八月以前会开到四间店 我们带了二十个干部过来 然后我们的师傅也是从法国请来了 天点师傅 在台湾的店规定每一位大人 都必须要点饮料的最低消费 在上海的店也做出了同样的规定 不过上海人似乎不在乎 就是看好上海人这种高消费能力 在竞争激烈的一级战区 即使每个月租金上看百万台币 台湾火爆的下午茶品牌 还是有信心收服上海女人的心 中间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下午茶几个月